朋友大家好 我是豪杰训练中心周主任 我今天的主题呢 还是继续上周的话题 豪杰如何引导学生 专攻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 Binary Basis 获得高额奖学金 今天呢 我要开始和家长分享 豪杰强力推荐学生呢 申请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的 四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原因是什么 第二专业方法在哪里 第三过程怎么走 第四目标是什么 首先呢 我们先谈论豪杰 为什么强力推荐学生 申请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的 第一项 原因是什么 各位家长 美国有1687所私立大学 其中有800多所私立大学呢 是成立几乎100年到300多年以上 哈佛成立了超过387年 这些大学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和目标 我们极力栽培孩子 大学毕业以后成大器 职场生涯成为领导的团队精英 而不是普通的白领阶级上班族 各位家长 这里是美国 这些成立呢 100年到300多年以上的 美国的最高学府呢 在台湾和中国的华裔家长眼里 顶尖的私立大学呢 一定是公立的大学 比如说大陆的北大 清华 交大 台湾的台大 清华 交大 成大等等 我们这些从台湾和大陆来的 华裔家长 第一代移民 根本不会把美国的私立大学 放在眼里 除了八大长春藤 Stanford University MIT Caltech 这些大学以外 因此呢 大家来到美国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来看待美国的大学 在华裔家长的眼里 就是能够进入呢 UC这几所学校 UC Berkeley UCLA 家长就会很满意 很快乐了 事实上 却是刚好相反 美国这800多所顶尖的私立大学 就是称其美国的市 农 工 商 政治 法律 医学 传媒 教育等等领域的一片天 帮助美国成为领袖国家 伟大的最高学府 家长们 美国是一个充满了机会 opportunity和多元化 diversity的国家 美国的教育是全世界第一 领先世界其他国家 一个国家呢 要强壮 他的教育是首当其冲的第一位 美国这个国家呢 就靠这800多所顶尖的私立大学 藤校 栽培出来的人才呢 成为各个职场上的团队精英 强强联手 来治理国家 周主任在此鼓励华裔家长 培养孩子进入顶尖的私立大学 或是藤校 您的孩子大学毕业以后 有很大几率是成为职场的团队精英的年轻人 而不是普通白领阶级上班族 是有原因的 华裔家长们 大家呢 千里迢迢来到美国 不就是为了要培养自己的孩子 将来呢 大学毕业以后成大器 职场生涯 就业或创业一定会成功 如果您的孩子是极端优秀的 一定要培养他们进入 藤校或顶尖的私立大学 因为唯有这八百多所顶尖的私立大学和藤校 才能有条件栽培您的孩子 大学毕业以后成大器 成为职场生涯的团队精英 而不是普通白领阶级上班族 讲到这里 家长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周主任 怀疑孩子 真的可以进入这些顶尖的私立大学和藤校 为自己开创光明灿烂的未来 低收入的家庭也可以吗 各位家长 在中国大陆流行一句话 叫做 寒门在南升柜子 你们听过吗 今天周主任在此 也要送给华裔家长一句话 这里是美国 寒门绝对能够出柜子 从培养自己的孩子 在大学申请的过程中 努力工作 鲤药龙门 跳脱亚裔的天花板 Jumping out of the bamboo ceilings 把自己呢 要进一所小型 真正的美国社会 藤校和顶尖的私立大学 拥有充沛的财力 资源 人脉 关系 能力 可以栽培您的孩子 大学毕业以后 在美国落地生根就业发展 职场生涯成功 改变他自己和家族 未来在美国的命运 就从大学申请这一步开始 感谢您的浏览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继续今天的话题 豪杰如何引导学生 专攻藤校和顶尖私立大学 凭借个人能力 获得高额奖学金 感谢您的浏览 敬祝大家 幸福 健康 快乐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